三二一下班啦 走 停停停停 喂 先别走啊 等会儿开个消息 我 唉 看来今天是约不了了 这会一开就是一个晚 我先走了 哎 没知道下班能开会 是啊 白天一天闲着 一下班就有话说了 这会这么能说 开会的时候一个二个是哑巴 想要了你们命似的 能干干 不干走 公司不大 事都不 谁呀 嗯 王总 这是我朋友七七 有你什么事 公司是你家 想带谁来就带谁来 那公司不是他家 他凭什么下班还要加班开会呢 你你只给了他八小时工资 却让他做十二小时的工作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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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王总王总 你就是别跟我朋友计较了 我们吃个晚饭就回来开会 你刚刚不是想早点走 现在还能浪费时间吃饭 他们凭什么饿着肚子 陪你加班开会 你当时在上班时间大吃大喝 嘴上 衣服上 都是有 要想做好一家公司 不是靠每天加班开会就行了 简单高笑点 别总搞些乱七八糟的 行事主 你以为开公司这么简单 有本事你开个 王总 你还是别说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什么都不懂的黄毛丫头 还把我给唬住了 你明天不用来了 要怪 就怪你这个多嘴的朋友 正好啊 我缺一个销售主管 两倍公司 来我公司 今天有一个算一 愿意来的 我全都要 你以为你是谁 我的员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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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其实怎么 我跟你讲啊 昨天云丽卷头发又被石柱管给骂了 装不上话就算了 连头发也不当卷啊 你不知道吧 石柱管跟金丽连异 所以是怕我们太好看了 对 石柱管是跟着金丽生上来的 金丽就是可不紧 不长记性是不是 说了公司不准卷头发 不是 我下午有个合作要谈 什么合作要卷了头发才能去谈的 我来帮你 金丽谢谢你啊 没事那我去忙了 雨林 经理你在这干嘛呢 我下午有个合作要谈 所以 适合王室的合作是吧 啊对 你的方案我看了 这次做的不错 下午我带你一起去 谢谢金丽 加油 嗯 这个合作我去谈 可是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跟的 我是总监你敢跟我抢 金丽点名让雨林吃的 第一个实习生敢跟我叫板 不想在公司呆了是不是 是 雨林 我去看一下 金丽 那个雨林她脸过敏了 过敏 早不过敏晚不过敏 偏偏是金丽 这是你第几次坏我好事了 你真以为你是我女朋友啊 你要动我手下的员工 我就是不允许 不动她难道动你啊 就你这张脸 早就看你了 我可以举报你举报 举报我你也完蛋 终于知道东宫是我们不让化妆了 你什么来了 赶紧给我这里哪有人说话的份 呦 是来的 这个项目你跟我去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能卖 让我陈切切来陪了 陈切切 七七总 七总这是个误会 我错了我错了 滚 有我在 没人能摸动你爱你的权 七总 上林集团的梅总终于松口了 让我们下午去签合同 行 我去先 正好和老同学见见面 你好 不是超凡集团的 来找小美总监签合同 好 请稍等 哎 麻烦你告诉她 我叫陈七七 好的 陈七七 一直考第一那个 现在就是个业务员 告诉她我现在在开会 一个小时后来谈合作 好的梅总 麻烦在这里稍等 等一会儿 谢谢 七七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都怪我临时有个会 登久了吧 你忙工作应该的嘛 现在跑业务是不是很累呀 这单签了应该就能升职了吧 到时候就在办公室里 也不用出来跑业务了 行 那既然咱们都谈好了 就签单子吧 等会儿出去聚一聚 嗯 七七 虽然我们关系在这儿 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行 那我们公司新推出了这款游戏 哎呦 我突然有个文件得去签啊 要不晚上我们边吃边聊 哎对了 七七 谈生意嘛 总要有点谈生意的规矩 见客户 怎么也该准备点礼物吧 喂 喂 小美 喂 琪琪 今晚还吃饭吗 哎呦 不行 我临时出差了 那 合同的事 嗯 我看了一下 你们那个方案还是有点问题 再重新出一版吧 行 不是已经要签合同了吗 没签成 明天你去谈 齐总 你是没总的老同学都没签成 我去能签成吗 所以啊 你要说静我的坏话 让他觉得我俩势不两立 签下来吃你的了 真的 怎么换人呢 哎 这单子本来就是我的 昨天被陈七七抢了 我跟他一直都合不来 平时在公司的时候 眼睛都快抬到天上去了 明明一直都签不下来单子 也不知道自己在傲蟹什么 以为自己是老总吗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明明没多大本事 还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看啊 他一辈子只能是个跑业务的 哦 不好意思啊 我说这么多你应该不爱听吧 那如果 陈七七签不下这单会怎样 那当然是被开除了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开单了 签了吗 嗯 齐总 为什么要我说你那么多坏话呀 敌人的敌人 就是同了 哦 那美琳要是知道 他白白送了你一个单子 岂不是要气死了 齐总好 别看了 我们七总不喜欢男的 啊 智欣 找我有事啊 七总 我有男朋友的 你知道啊 哎对了 昨天新闻部好像通宵加班了 是有什么大新闻吗 谁先生 我就是喝多了 靠在我出去面试上而已 确实说我喜欢女的 这是哪家媒体报道的 齐总 你真不是 咱们公关部怎么回事 怎么还没把报道压下去 齐总 这事发酵的越来越大了 咱们公关部的电脑都忙死机了 现在在联系电脑城 送电脑的 齐总 我有能力帮你摆平这件事 你 啊 这是今天来面试我们公关部的 我看姐姐没啥特别的 要不就 你打算怎么处理 齐总 你现在只需要召开记者会 谣言应该今天呢就全面破除 行 赶紧去上记者 嗯 你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 不用面试了 明天直接来上班吧 齐总 谢谢你 哎 你最后 其实在我们课都是这个都不用我 哎别拍别拍别拍 来别拍 哎不是那个 谣言不公自破 你最后